我要把这些疼亲嘛 因为不是我的事情 所以我打电话给你们 然后疼亲这个事情 他们公司一个总群 那个督察 督察打电话给我妈 所以我拿了公司 八九千二十多 然后还有很多卡 什么卡 应该是什么消费卡吧 然后我妈打电话 给我把我骂了一顿 我不知道平安不过 被我妈骂了一顿 心里面肯定是 很不知智慧那种 真的我 气了有点 就想掉眼睛那种感觉 我这马上赶回来了 他是当天离职的 然后我们当天晚上就出事了 所以说这只是暂时怀疑 我们并没有说是谁 这个嫌疑人的面部特征 刚好就是他带着记者 前来我们所里报案 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这个人 那我们就当场把他抓住了 你们当时是不是在找这个人 对我们当时正打算 就往上通缉这个人 他也是有一定反侦察意识的 然后从窗户那边爬进去 爬到超市的时候 在开柜的时候 他也特别注意 把衣服的袖子拉起来 就尽量不留下指纹 那在出租车上和在城站附近 他都有把口罩摘下 露出自己明显面部特征的这些 这些监控图片被我们拍下来 所以很明确地可以确定 他就是嫌疑人 他现在还是底子不认 他一直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